蝴蝶效应是一部经典的美国科幻惊悚片 由指导人埃里克·布蕾斯和GZ·麦基·格鲁伯所创作 故事讲述了一位名叫埃文的大学生 他发现自己可以透过日记来进行时间旅行 并企图修复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 然而,他的每一次改变都会对未来产生严重的后果 最终导致他陷入一个无法逃脱的时间循环之中 该片的故事情节非常复杂 通过多个平行时空的交错和反转 呈现了一个充满惊奇和反转的世界 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相当仔细的设计和呈现 让观众在欣赏故事的同时 能够感受到科幻类型所带来的奇幻和惊喜 影片中的演技也非常精湛 除了艾希顿的酷奇饰演的艾文 在剧情的转折和反转之间 呈现出了非常丰富和深刻的情感表现 而其他演员,如艾米尔斯、特、威廉恩霍特 凯文和杜兰德等人也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影片的视觉效果也非常出色 通过科技手段和创意设计 呈现出了许多奇幻、悬疑和恐怖的场景 尤其是影片中时间循环的设计 总的来说 蝴蝶效应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科幻精爽片 以复杂的情节 今年的反转和精湛的演技著称 它不仅给人带来了丰富的想象空间 和探索未来的可能性 同时也带来了深刻的人性思考和触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